哈喽大家好呀,我是小杂末 新夏季的话将在下个月的15号开启 外府的预热活动呢也已经发布了不少的宣传海报 而今天国府这边的官博也开始预热了 从目前公布的宣传海报来看 精美程度列逊于外府的海报 文案这边从箱子里面抽取一个玩具 是外府的一个牵到活动 第一个故事 神女密闭于烈火中 应该是红蝶 今夜只属于最美丽的玫瑰 在她凋零之前 第二个故事 王子失去了她金色的心 应该是油餐 夏虫不可语 但你还是听到过吧 她冰死时的哀气 第三个故事 夜免悄然入梦 应该是雕刻家的 啊,你问那个漂亮的傀儡吗 她想要自由 所以我就剪断了她的思线 最后的故事 灌鸟飞出欲望的风龙 应该是颜丁的 天上的月亮比爱更遥远 无底的月光彼此更冰凉 最后就是关于这次金火旅的内容 限定金的话是雕刻家的 紫皮的话分别是红蝶跟柳菜 商城上架的是颜丁的现实西式时装 虽然说此次颜丁现实金皮相较于之前的幽灵公主 电磨好看了很多 但关于这次排期多少还是有些遗憾的 毕竟很久前承诺会填补老角色的限定金 但是按照这样的排期 新下期应该就没有老角色的精华精皮了 也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网友们对此也是议论分分 好了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次视频见 拜拜